这个苏格拉你问 打架的时候 不管是动拳头还是死家伙 是不是最善于攻击别人的 也是最善于防守的呢 打架的时候你要看什么 来啊来啊 变起来来 打 那你当你使用这个拳头的时候 是不表示说你会用拳头攻击人家 对不对 因为你加是已经出来了嘛 就是我要用拳头 或者我用武器的时候 我会用武器来攻击你嘛 当我使用武器用拳头攻击的时候 表示我这个拳头也是什么 也是在防止你的攻击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呢 你们都捏头哦 当然啊 当然啊 那是不是善于防或者避免疾病 也就是善于造就疾病的人呢 这里面看不到 苏格达里用了一个错误的逻辑来引导你 用了一个错误的逻辑来引导你 那这个学生要聪明就说 只明白老师这个逻辑是错误的 对不对 各位同学有没有发觉 逻辑的错误 有没有 他说是不是善于预防 或者避免疾病的人 也就是善于造就疾病的人呢 各位同学请清楚 有的时候打架哈 不是因为你起来的 不是你惹的 不是你惹的 是这样惹你 那你为了防御 对不对 说你要怎样吗 你要怎样 对不对 就防御嘛 不是事端不是我造的 你有没有被人家挑衅过 你有没有 你那么乖哦 从来没被人家挑衅过 那你怎么被人家挑衅的 那么说一说 忘记了 你有没有被人家挑衅过 你是马来西亚乔生嘛 对不对 你在马来西亚已经被人家挑衅过 因为你看起来像个华人嘛 你也被马来人搞了很久 对不对 马来人有没有整你 有没有 你看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觉 我也被冷过 我被冷过 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防御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被惹到的时候是 是我念小学的时候 小学 小学最会打架子 对不对 看不爽就踢来地去嘛 那时候我所有的班都是 没有男女合班 都是男生班 那男生班是好勇斗狠 然后 各位同学都小学生的桌子是 两个人做一张嘛 两个人一张桌子 两张椅子嘛 那一张桌子嘛 然后就发线嘛 这个以前我们所有听到的故事只有男生跟女生有没有 然后男生跟男生也发线 男生跟男生发线嘛 然后呢 上课的时候我只做一件事情 根本不听老师讲 只看他有没有过线 因为我有一次不小心过线被他打 因为他就专门注意我 所以我去心存 报复 小学嘛 对不对 小学生当然是以牙还牙 小学生说小学生没有什么人爱 什么人爱中意啊 没有这种想法的啦 就是 就是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所以小学生 所以我被他打了一次 他就用那个笔啊 牵笔要戳我 就是 我才一过去他就戳我 他当然很痛啊 对不对 开玩笑 你这样搞我 那我当然要搞你 对不对 人啊 绝对会 这个 人觉得会有失神的时候 所以我就等 所以以后 被他打了以后就决定要报复 报复 所以我看到什么时候过来 我拿了一把刀片 你用铅笔心砸我 我就用刀片整你 那我 大家各位 如果从大人的观点来看 你现在用刀片整他 他就用刀砍你嘛 对不对 这样就是越来越凶 那武器就越来越大嘛 那怎么行 可是小时候谁管这个啊 小时候做这种事情 是从来不考虑后果的 所以你们记不记得 你们小学出国中的时候 高中做了很多事情 是从来不考虑 甚至到大学都没有考虑后果的 像我们现在我们就不会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考虑后果 考虑后果的就是真情顾后嘛 那就会有很多的顾虑 所以这个字 那好 他说我想是这样的 那是不是这样东西的好看守 也就是说这样东西的高明的想法 小时候呢 你看又来一个错误 又来一个引导你犯错 结果呢 这个笨蛋学生说 看来好像死 最后 那么一个正义人既善于管理也就管理钱 也善于偷钱啊 那这个学生说 按理说是这样啊 你看到没有 这个学生完全没有逻辑观念 根本不知道老师在引导错误 因为什么 因为你要坚持的是什么 欠债还钱这个事情 那欠债还钱里面所含的意理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当属于我的东西 我借给你的时候 你应该把属于我的东西归还给我 这才是公平正义 对不对 这是我的东西 不是你的东西啊 所以我借给你一支笔 你还给我一支笔 理所当然了 那我们还没有算利息嘛 对不对 我没有说过 说我借一支笔 你要还我两支笔 我没有 那就是高利贷嘛 那当然不符合正义的原则 因为讲利息里面啊 它就有符合那个比例原则 有比例原则 如果没有利息 单单是东西本身的归还 那没有什么比例原则的问题 所以这里面各位同学可以看得出来 在量上来讲 那个比例原则没有达成 在值上内涵的完整度不够 所以苏格拉利用了这个方法 来证他的学生 然后他学生笨笨的说 是啊是啊是啊 我看苏格拉利评论也蛮严格的 所以这种的学生都不敢问问题 不敢讲话 所以说是是是是是 好 这是下一篇我们再看 再看这个 然后他下面又说了另外一件事情 正义是不是一种人的德性呢 你们大三的时候上伦理学 有没有 大三有上伦理学 伦理学里面很重要的几个基本的原则 第一个就叫正义 就是说我们说有这个所谓的 卡利诺维修 各位同学记不记得卡利诺维修 都拿几个 卡利诺维修我们把它翻成中文叫什么 叫苏德有没有 苏德最重要的几个德性 那这个司令哲学主张是什么 智义勇结有没有 智慧 所以他说正义是不是一种德性呢 是不是一种Virtual呢 学生说这是无可否认的 接着问我的朋友啊 人受到伤害便变得更不正义 这是不是这也是不得否认的咯 因为一个人受了伤害 他就受到一种不正义的事情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学校规定这个减量嘛 对我们学校规定减量嘛 所以你看我现在都不发讲义给你们 我记得三十年前我上课的时候 我的讲义是全校最多的 每一门课每一个字我都写 所以到现在我还留着 比如说我有一门知识论的一个讲义 我现在全部都是电子党 知识论的讲义大概有 有多少 有七百页 西洋哲学是一千六百页 我以前当系人我教西洋哲学是一千六百页 这是西洋哲学师 为什么要教两年嘛 对不对 从大一进来教到大二嘛 对不对 一共有多少 八个学分嘛 就是一千多页 那印的学生那就是一本书嘛 我写的非常的详细啊 非常详细 那我教的就是准备出书的嘛 那知识论八百页嘛 也是准备要出书的嘛 可是后来我觉得这个 你看我如果一个人给一千六百页 六十个学生就多少页 就六万十千张之后 对不对 六万十 几颗数啊 那你们说浪不浪费 所以后来我们就鼓励 老师们上IKEAN自己做电子党 那你不会 没有关系 我们给你一个教学作品 所以为什么找洛宜呢 洛宜帮我做这个事情 可是因为我现在党都差不多我自己做 所以洛宜就帮我管你们 对不对 带你们做实习啊 带你们看作业啊 帮我们做 那对很好啊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从无理常做 所以你想可能老师呢 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 老师应该学嘛 今天福人大学现在在校的老师 没有人年纪比我大 没有人年纪比我大 我最老啊 在专职老师 专任的老师里面我最老啊 像哲学系里面我最老啊 下面一个年轻的 已经小我很多岁了 小我很多岁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是不是正义了 他说如果人受伤害 是不是这个就变得不正义了 请记住 我刚才前面说了一句谐言 当你说别人错的时候 不代表你就是对 有没有 所以变成那个正义的两面性 两面性的观点 所以当一个人受伤害的时候 是不是他就表示说 变得不正义 是不是这样 意思也就是说 今天我受到的一个伤害 是不是凡事受伤害 都是因为不正义的关系 苏格拉里是企图导引到这样一个方向 让你的学生 能不能察觉这个问题 那如果是我就察觉出来了 对不对 不是所有的受伤害 都是因为不正义 因为也可能是因为你的不正义 而让你自己受到伤害 各位同学懂吗 懂不懂这个意思 所以有时候你自己不规矩 而造成了伤害 你自己因为没有坚持罪内约的时候的伤害 所以我有一天 我在法律学院 证他们那些学生 我就说你们这群人啊 既不忠也不孝 哇 他们说老师你怎样讲 既不仁也不义 忠孝人义都没有 他说老师你怎么可以这样修理我们 羞辱我们 我说好 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从来没有闯过红灯的请举手 谁敢举手啊 没有闯过红灯的 谁敢 谁从来没有闯过红灯请举手 没有一个人 你看 国家法律没有遵守 不忠啊 不忠于国家的法律啊 对不对 我怎么说 哇好像是对的 第二个问题 请问你们在家里 从来没有在心里面埋怨过父母的 请举手 有没有 有没有埋怨过父母 有没有 还吵过架 对不对 还争执过 有没有 从来没有埋怨过父母呢 请举手 没有 好 我笑 确实啊 孝顺的原则 按照传统的解释 孝顺的人就是要听父母的话 接着我就问 跟朋友相约 从来没有迟到过的请举手 不信嘛 对不对 不忠嘛 不信嘛 就在问 从来没有踩死过一只蚂蚁 打过一只蚂蚁 自己蚂蚁的请举手 好了 不忠不孝啊 不仁不义啊 落实了 学生全部傻在那里啊 因为我用的方法 就是出个哪里方法 我就是要学生提出来 老师难道说 红灯 错一点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的 那红灯啊 左转啊 右转啊 这是晓德啊 那你为什么不可以 所以你看像美国的规定 红灯可以右转的 我们台湾红灯是不能右转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一集我们看到 都说 好 下面就是苏格拉奥说 我想 你不是说了吗 服从统治者是正义的吗 然后他就说 是的 看到没有 这变成国家主义 或者独裁主义 就是当苏格拉奥引用这个 背后他的背景就说 如果你承认这一点 你就要接受独裁主义 国家领导主义嘛 服从统治者嘛 那如果这样 我们台湾啊 最近大概有制作 有七百万人的 是对国家不忠 为什么 因为每个都在骂马一九 你都没有服从国家统治者 那骂了前面那个总统 更多 可能超过一千万人 到一千五百万人都在骂他 对不对 那更糟糕了 更糟糕了 所以各位同学发现 统治者是人 他当然会犯错 各国统治者一贯正确呢 还是难免有犯点错误呢 他下面说 当然也免不了犯错 他接着不开下一页 不管他们立了什么法 人民都会夺得 这就是所谓的正义吗 是不是 所有国家立的法 都必须要遵守 他说 当然 你有没有遵守所有国家立的法 我看你绝对没有 你有没有 对 哈喽 你有没有遵守国家一切法律 没有 对不对 你有没有 我看你 显然是没有 你们都没有 那我呢 刚才也没有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就麻烦他 那么照你这个道理 不但遵守对强者有利的法 是正义 连遵守对强者不利的法 也是正义的吗 各位 苏格拉丽是很厉害 他就指出这个学生 你思想上的 你观念上的不对 那我们在观察的结果是这样 对这话 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观察的结果是这样 一个人为什么会得忧郁症 因为开始有一个观念 就是生活中里面有非常多的机会 比如说某些人尽量不要检查 某些事情尽量不要去想 有没有 这些事情如果久而久之 影响到你日常生活的话 它就防害了你 你就会有病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现在我们按照这个心理学的分类 就是精神医学的分类 忧郁症分四起 最期的一期是 如果你进入忧郁症 那一年偶尔会想自己 不要活了 不要活了 这是第一期 就是不要活了 第二期呢 就开始想 每个月都开始在想 每个月都会一两次 想啊 我大概不要活了 第三期就是 每个礼拜都在想 每个礼拜都在想 我不要活了 第四期是最严重的 每一天都在想 那他就会让他成功 就活不下去 所以忧郁症到最后 你到第三期就开始要吃药啊 那我们现在 我们觉得 哲学之事上 可以对人类社会 最大的功能是什么 在最前端的观念啊 想法 我们就开始去沉寂 不要你到了第三期 第四期吃了药 甚至来不及 你知道很多心理辅导者 最大的梦魇是什么 比如说你是我的case 对不对 你跟我谈完 然后我走了 你就跳楼 这个人根本就胡不吓 最后连那个心理辅导者 就变成忧郁症 真的是这样 因为你帮助别人 你诚心诚意去帮助人家 结果那个忧郁症犯者 自己跳楼 各位 会这样跳楼的人 除了临时起义之外 很多都是因为日积月累的 忧郁症产生的结果 所以这种精神病的一个疾病 那我们如果在前头 我们就开始做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念哲学之中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预防 就是说在很快以前 我就解释出来 解决出来 你的观念里面的困难 你后来会导致什么样的 所以苏格拉丁就是要 你看苏格拉丁 三个例子都是一样 都是要让这个kind 去警觉到这些问题 如果你没有警觉到这些问题 你就很难 所以我们如果 当然我们要去找康舍人的人 做那个哲学的智商师 那我们自己要明白 我们要怎么样有效的 去帮助对方 让对方简合出那个观念 所以苏格拉丁不是说了一句名言吗 未经检世的人生 是不值得活的 有没有 那为什么要检世 就是每天要去检世 所以我们开始做一种训练 训练自己 每天去检世 所以我常常建议同学 晚上睡觉前 要上床前三分钟就好 检世一下今天做的事情如何 自己满不满意 什么要不满意 检讨一下 然后就把这个东西就放开 就安心的睡觉 不要让那个不满意的 难过的 妨害了你的睡眠 第二天早上起来 下床前 一分钟 两分钟 想想今天要做什么 让心理上有一个准备 这样的话就很踏实 不然的话很多会有 就会有很多 accident 意外出现 当意外出现 你就措手不起来 那你就会造成你的心慌意乱 懂得到我的意思 所以这个就是 我跟各位同学提到 这个苏格拉里的第一种方法 就是他在这种反凤的时候 反劫的时候 他所说的 那下一节课 我们每个同学 我们要来练习 怎么样来做这样的模式 好不好 这个是你看 然后你看到下面 他说你看到没有 我不过再重复你说过的话 按照你自己所承认 正义有的是不理同志者 所以你看他前面说的 遵守强者有的是 连遵守强者不理的想法 也正义的吗 他说是啊 不对 所以苏格拉里就说了不对 所以因此统治者 你不管有的 这个 在从 按照正义有的时候 是不一定 如果正义是一个普遍标准的话 他不一定是完全有利于统治者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最近奥巴马的和平奖 有没有 全球画篮啊 因为他根本连成绩都没有做出来嘛 怎么就和平奖 这是最 最典型拍马屁的杰作嘛 作品之一嘛 那奥巴马自己觉得自己不够格 所以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个恐怕只在对我的鼓励吧 叫我努力往这个方向走 连欧巴马把自己都赶 所以他就发觉 当这个和平奖要成为世界正义的时候 过早的正义 对他是一种伤害 太迟了正义 是来不及 对不对 来不及 所以那个正义就要恰当的时候 在恰当的状况上来做 好不好 好我们休息一下